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基本的特点 知道这个世界的顶点在哪里 最好吃的食物 最贵的衣服 最富有的人 最奢华的生活是怎样 最远的地方有多美 的确 一个人走过的路长了 经历的事多了 眼界自然开阔 而从心理层面上 我特别认同这个高分回答 能享受最好的 也能承受最坏的 生活不可能一帆风顺 起起落落才是人生 人人都渴望得到最好的 但很多时候总是事与愿违 内心承受得起最坏的 拿得起也放得下 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得体与成熟 我认为见过世面的人都有这三种迹象 不盲从 不炫耀 眼光长远 格局放大 听过一个遗憾的故事 一位游泳爱好者两次横渡 英吉利海峡 第一次很顺利 第二次却已失败高中 因为第二次在离目的地不远的时候起雾了 他看不见目的地 不禁慌了神 越游越美谱 只能放弃 如果他知道目的地就在不远处 有大方向指引 肯定会坚持下去 其实很多事情也一样 只有见过天地的人 才能心里有数 当你经历的事 遇见的人多了 也就越来越清晰自己想要什么 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某些人喜欢炫耀 待人接物趾高气扬 那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还是太少 在心理学上 一个人越缺什么 就越爱炫什么 殊不知人生路上留下的会越来越少 剩下的也越来越重要 见得世面越多 欲望反而越少 面对诱惑越淡然 想起某次综艺节目上 韩雪独特的择偶观上了热搜 我喜欢看过世界的男生 不喜欢对世界还蠢蠢欲动的男生 或许很多人会对这句话感到困惑 韩雪解释 因为只有读懂过生活 看过世界 你才会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东西 在场嘉宾苏秦连连称赞 这就是见过世界的女人的择偶标准 身以为然 见过世面的人 不会被眼前的刺激和短期的利益所迷惑 目光看得长远 霍启刚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 他和郭晶晶带儿子到农田体验插秧 一家三口顶着炎炎烈日 辛苦劳作后 在村民家吃起农家饭菜 一脸幸福 这条微博引来无数网友点赞 有人说 没想到豪门生活 与我想象的竟然如此不同 他们豪的不是生活 而是教育 有远见的父母懂得带孩子跳出舒适区 去感受更大更真实的生活 何为见过世面 通俗说 有的人挤在人群中疯强打折祸 而有的人只挑选最合适的那件 有的人抱怨惊天实在太倒霉 而有的人依然谈笑风生 嘴巴是别人的 人生才是自己的 你见过天地 见过众生 便会开悟 不要奢望别人来理解你 亦不必人云亦云 做真实的自己 明白自己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最重要的 不轻易评价他人 尊重别人的三观 不知从何时开始 很多人的认知变成非黑即白 以偏概全 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不能理解和尊重 与自己不一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马东说过 我们的人生往往因为看见一条船 而忽略了一条河 冲入社会的时候 时常听人抱怨 抱怨这个世界的假恶仇 抱怨这个社会没有适合远方 因为我们没见过北极光 也不知道基拉伟厄火山的壮观 不知道只是因为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 不是没有风景 只是高度不够 心运学上常常出现一种错觉 即人都容易以自己内心所想的为标准 以此来分析和判断他人 自己潜意识里在想什么 就认为对方也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所谓的投射现象 投射效应一旦产生 便容易以己度人 伤人总是错不及防 每件事都有它相应的原因 不要轻易推测 更别轻易评价 同样的行为背后 可能会有一千种不同的行为动机 每一个不可理喻的行为身后 都潜藏着一个不被理解的需求 你自认为已经很熟悉对方 其实那只是你的想象 别总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评价别人 那些你认为的事实 不一定真的就是客观存在 不要贸然评价我 你只知道我的名字 却不知道我的故事 你只听闻我做了什么 却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没有谁有权去评价 干涉他人的生活 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的三观 显示的是你的胸襟与智慧 也是见过世面的成熟与修养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情绪稳定 心态平和 与其说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是一种心态 不如说是一种人生境界 消除烦恼的秘诀 不在大风大浪中 也不在沧桑变迁间 而是在柴米油盐的平凡生活中 越是见过世面 越不会一惊一乍 大喜大悲 始终保持心态平和 情绪稳定 一个人经历越多 越能学会取舍 学会忘却 能够宠辱皆忘 能够挣脱物质的诱惑 摆脱名利枷锁 泰然面对一切 在人生阅历不断丰富后 方才明白 历经千山万水 原来是隔条西 拿布伦曾说 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比能拿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 更伟大 只有小孩 才总把情绪写在脸上 成熟的人 懂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不被情绪左右 情绪稳定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人的情商和格局 见过世面的人 往往都戒掉了情绪 知道权衡轻重 更看重利弊 很少会情绪失控 说出不是轻重的话 或做出出格的事 他们通常都有良好的修养 带人宽容 处事周全 不随意迁怒于他人 不乱发脾气 电影《一代宗师》中 龚二小姐说过这么一段话 人这一生 要见众生 见天地 见自己 见了众生 明白了众生相 所以宽容 见了天地 体会了伟大与渺小 所以谦卑 见了自己 感受了本我和真我 所以豁达 生活本就充满困苦 喜怒哀乐 是人之常情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让自己的内心 充盈 于枯燥无聊中 找到生活的新意 品得了红酒西餐 也吃得了路边摊 住得了五星酒店 也睡得了雪地里的帐篷 能穿着高跟鞋 优雅地穿行于都市 也能徒步穿越沙漠 眼界 决定你能看到的风景 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人 因为经历而变得从容 通透和睿智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